为什么有些女人40岁了依然不嫌老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除了保养好之外 有几个因素也很重要 首先是来自丈夫的疼爱 对于女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保养品 再者是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可以满足日常需求 不会生计发愁 还有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 对身材和皮肤都有好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不会计较太多 该拼搏的时候努力向上 该接纳的时候绝不犹豫 你是这样的女人吗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 一个家庭最核心的人物就是女人 有一个非常有哲学的字 安 你看安字上面一个宝盖头 寓意为家 下面是一个女字 这就告诉我们 男人家中要有女人 心里才会安宁 才会感到温暖 正所谓妻闲复安 一个家庭是否能够幸福平安 后代能否成才 跟家中女人的言谈举止 行为处事 以及怎样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女人品性端正 乐善好施 心力善良 会给这个家人以及子孙后代 带来无尽的福德 所以古人认为 好女人会望三代 你同意吗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什么很多女人 不喜欢婆婆带孩子呢 因为有些婆婆带孩子的时候 总会说一些莫名其妙 没有依据的话 引起儿袭的反感 她们会说 哎呀宝宝长得真好看 眼睛大 随爸爸的双眼皮 就是鼻梁不高 跟妈妈一个样 长得好的都随爸爸 长得不好的都随妈妈 孩子闹脾气摔东西了 婆婆又说 脾气这么倔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反正我们家 没有脾气这么怪的 孩子爱看书随爸爸 孩子挑屎随妈妈 孩子爱看电视 妈妈管的 孩子不睡觉 还是妈妈管的 总之 凡是孩子的优点 都是婆家贡献 缺点呢 就让娘家还被过 教育孩子 婆婆更是有自己的依靠 孩子摔东西就说 再摔让你妈打你 孩子看电视 玩手机又说 你妈回来就打你 孩子想找妈妈了 婆婆又说 你妈就知道挣钱 不要你了 找她干啥 她又不疼你 婆婆这样带孩子 怎么可能 把孩子教育好呢 又怎么能跟 儿媳妇相处的好呢 到头来还说 自己帮了儿媳妇 带孩子 而且还不懂得感恩 天天拉着脸 仔细想一下 自己为什么 不招人待见了吧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 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 讲的最扎心的 一个婚姻真相了 记得收藏起来 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 我有一个来访者 她跟老公18年结的婚 短短的四年 两个人的婚姻就走向了 无法继续下去的状态 老公经常不回家 一见面就大吵 两个人都很痛苦 前几天老公主动向她提出了 要结束这段婚姻的要求 她表面上很平静 但心里还是很不甘心的 是不想分开的 但两个人过去的相处中 她觉得老公不上镜 只听婆婆的 从来不尊重自己的意见 也不重视自己的想法 自己稍微有一点情绪 老公就甩下一句 不想过就离吧 所以从前温柔和善的性格 也变成了一点就糟 指责抱怨老公 成了她唯一发泄的方式 婚姻也一步步地 走向了死胡同 听完了她的述说 我接下来会给 在婚姻中想幸福 但幸福又遥不可及的女人 几个忠告 尤其是第四条 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第一 也许你不相信 所有的婚姻 门当户对是基础 你和老公的感情再好 也不要忽略 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 一个从小被母亲宠溺的男人 多半没有决策能力 你和婆婆的关系 也就不可能调整好 所以父母人品好 家庭和谐 才是你嫁给一个男人 第一考量的标准 当你在婚姻里 总是遇到男人的逃避 推卸责任和冷暴力 那么他从小的生活环境 大概率 父母都是遇到问题 不愿意解决 而是通过争吵来解决的 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 物质基础80% 决定了感情生活的成败 结婚最好有房 最好不要和对方父母住在一起 你的婚姻里 只有你和你丈夫 以及你们的孩子 如果多一个人参与进来 就是多一种价值观的碰撞 而这种碰撞 永远不可能公平 你在你父母那里是宝 在别人那里 你永远只是个外人 所以结婚彩礼 应该要的一定要 哪怕一分不留的退回去 这个仪式感一定不能少 能不住在一块 就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谈清楚 否则你们的婚姻一定有别人参与 不要太相信男人处理婆媳关系的能力 最后你还得靠自己 第三 婚前表现的再好的男人 不如婚后一直能包住你的男人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 最开始是很好的一面 那你一定要小心 他包装之下的真实样子 婚前暖男 婚后冷漠的例子 比比皆是 所以不要恋爱脑 不要去散婚 更不要未婚先孕 第四 经济独立非常重要 只有经济独立了 你的精神才能独立 一定要有自己赚钱或攒钱的能力 不要觉得嫁人就有依靠了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当你放弃独立的那一刻 你可能会短暂的被供养 但是谁知失去的也是独立的人格 你不会开车的时候永远都只能坐副驾驶 方向盘永远都是被别人掌握的 你想要去哪都得依靠别人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 如果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 没有感情了 只是在维持 为了责任生活在一起 这个家一定好不到哪去 这种责任得于消耗 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在耗你的能量 你的人生是螺旋式的下降的 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爱 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那你们的家庭一定是螺旋式的上升的 婚姻经营不好只有一个原因 你当年是为了钱结婚 为了应付父母结婚 根本不是为了真爱结婚 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因为爱会收获一个更大的爱 因为恐惧 你会收获一个更大的恐惧 想到这儿 我只想让你们做一个决定 从今天起就为爱而活 做自己爱做的事 去自己爱去的地方 找自己爱的人 这才叫活着 给自己人生做一次断舍离 你可能会结束一段关系 结束一个工作 你的人生才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未来 有时候人生真的要做减法 不做假法 一定要敢于断舍离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 夫妻之间的最佳年龄差是几岁 有很多男人是不是以为女大三抱金砖 而女人则以为 找个比自己大几岁的成熟男人 更知道疼自己 照顾自己 也会更幸福 心理学还真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他们发现了 夫妻间男人比女人大个六到九岁 是最佳的年龄差 更容易幸福 因为男性的心理年龄 会比实际的年龄小个六到九岁 要比女性晚熟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如果三十岁 那她的心理年龄 差不多是在二十一到二十四岁 如果女方年龄也在三十岁 那她实际的感受 是在和一个心智 只有二十一到二十四岁左右的男人 在过日子 你要希望对方的心智 和你是一个年龄 那就可以找三十六到三十九岁 这个年龄段的男人 也就是为啥姐弟恋 或同龄的婚姻 女方这边会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男性的心智是晚熟的 当然每个人对感情的需求点 是不一样的 而且婚姻幸不幸福 年龄只是一个维度 最后还是得靠两个人 共同努力诚心经营 才能让婚姻走得更长久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 你们真的觉得女人 会在一瞬间死心吗 女人大多是感性的 我觉得与其说女人 是在一瞬间死心的 不如说是她们展够了失望和绝望之后 发现再也骗不了自己了 每个真心爱的女人 在放手之前 内心一定经历了 无数次的自我斗争 她心里的两个小人 反复打架 一个代表爱你和回应 一遍遍的说 其实她以前对我挺好的 只要我再多付出一些 她一定可以像以前那样爱我 另一个代表的是 理性和事实的小人 大声吼道 你醒醒吧 没用的 这么久了你还看不清现实吗 你要保护好自己 让她悲哀的是 这段最宝贵的补救时间 通常是被男人忽略的 甚至有些男人还很得意 他这么爱我 肯定不会走的 终于有一天 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 他再也骗不了自己了 你的冷漠让他死心放手了 这个时候你再跑过来问 女人为什么这么狠心 一瞬间就不爱了呢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 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 女人四十豆腐渣 以后可别这么说了 女人这一生都是美丽的 二十岁的女人是向日葵 朝气蓬勃 三十岁的女人是玫瑰 芬香迷人 四十岁的女人是母人 端壮大气 五十岁的女人是兰花 知性优雅 六十岁的女人是棉花 富贵温暖 女人一生如花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人